再来看到一家从高雄起家的烘焙坊 爆炸餐包非常受到民众欢迎 曾经创下单月销售百万克的记录 在去年更是开设了魔法城堡观光工厂 是全台首座烘焙沉浸的甜乐园 只是没想到这观光工厂只营业了一年的时间 就突然宣布在八月底要结束营业 吹起席灯号 业者未来将会进行这营运的调整 再找寻合适团队继续经营 刚烤好的面包撕开 奶油内馅爆浆 高雄起家的烘焙坊 靠这款商品打响名号 曾创下单月销售破百万克的惊人记录 更在去年九月开了这间观光工厂 观光工厂城堡华丽外观 坐落高雄三明区 但仅仅开了一年的时间 却突然在脸书发出公告 将吹起熄灯号 八月底过后结束营业 真的喔 有一点 因为他把它弄得本来已经用得很漂亮 可是就这样结束了 主打全台首座烘焙沉浸体验乐园 在亲子社团当中讨论度相当的高 不过营业最后一天 现场观察人潮不算太多 在营运成效不如预期之下 业者决定跟厂商终止合作 合约直到今年的八月底 将在席单后悬秘合适团队 再来继续经营 其实这座城堡的前身 原本是另一家凤梨苏名店的观光工厂 不抵大环境转面下黯然收场 最后餐包烘焙方以总价三亿元购入 除了是观光工厂也作为总部 未来打算进行改装重新开幕 但要是不祭出更多的卖点 恐怕难以像爆僵的餐包一样火红 记得高雄 赞好报道